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平时看到的手办都是小比例的 对于手办人来说 平时喜好的20元平面里面的角色 能等身和自己相差无几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肯定是内心的一种震撼感 其实《八重云》有很多原话 但是我们挑了一个最难的座 日本和国内的一些手办厂 他们做的大比例都是直逆站姿的 而我们选择这款角色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它是复空的 对于这么大的东西来说 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头发 而且长发不是短发 从正面看或者是侧面看 能每个角度看起来都会画面饱满一些 就整体的重心平衡 保持需要非常复杂的重心控制 人物的承重点基本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屁股坐在树干上 第二是手撑在树干上 第三是脚勾在一个树枝上 基本就靠这三个点来稳定整个作品的一个重心 里面支撑的钢架结构 它的厚度 然后它的角度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转到这侧面 整体转 对对对 从这儿披一半过来 两边的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弄的 头疼的地方就是眼睛 传统的做法就是直接在脸部上面去画眼睛 但是这次作品放大到1比1的话 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透视上的问题 这很难让人感觉眼光是有追着你去动的 所以我们尝试了把整个眼球的部分挖掉 然后用独立的眼球替代传统的在一个平面上去画眼睛 我希望所有人站在这个作品面前可以 哇好牛啊这种感觉吧 做这个项目喷笔应该至少用了十只以上 费时费地 做大件东西的话 瑕疵会经常出现的 永远是在失败 时间也好吧 汗水也好吧 一个东西 自己觉得自己没做好 他们根本不用跟我说 自己就去返工了 把整个东西全部重新做一遍 大家都怀着一种希望的心情 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走的一步 不过参加直到什么 在这边处理的地方 跟到哪里都要怎么做 你先看完結了 他人们的朋友们 在这里亲自先进去 带到哪里 都要好 你在搞这边 怎么会 是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